今年Andy也訪問過不少歌手 這位歌手很特別 因為我們第一次跟他做專訪 不過第一次我相信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他 你們想不想聽呢? 歡迎來Gigi 余明熙 你好 大家好 今年我覺得很豐盛 除了你在不同舞台出現外 出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歌曲 最近有一首歌我很喜歡很清新 叫《好想約你》 沒錯 這首歌有什麼特別呢? 這首歌其實在我這麼多首歌以來 我覺得應該是跟大家連繫得最接近的一首 因為它比較甜蜜 還有比較有人情味 還有比較有童話的感覺 所以就是我前幾天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沒有叫大家跟我一起唱 但是當我唱的時候 我就聽到遠處來有聲音 是跟我一起唱 所以就非常之神奇 還有自己都很驚喜 好想約你呢? 我又覺得其實是不是比較像你自己的性格? 其實可以說是 因為以往來說我自己好像比較唱情歌為主 沒錯 但這首歌其實也是一首情歌 但它是以不同人作為一個中心 例如你可能也有一個想約的人 而它可能也有一個想約的人 大家的方向也不同 所以希望每一個人聽這首歌的時候 都可以聯想到大家想約的人 那我要八卦一下 究竟在錄音室觀錄這首歌的時候 你心目中想著誰呢? 想唱完歌之後約誰呢? 首先呢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首先想到家人 然後想到朋友 那我就 但是我不希望只有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作為這首歌的中心 希望就是剛剛好像所說 例如有人想約他的男女朋友 有人想約他的弟弟妹等等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集不同的思想 或者一個中心 然後再去唱這首歌 剛才說了很多關於你的新歌 但我想多說一些關於這兩年來 你的音樂之旅 我真的會覺得 就好像你參加歌唱比賽一樣 聲夢傳奇 是很傳奇 看著你真是經歷過不同的舞台 嘗試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如果要你簡單總結這兩年來 你自己在音樂路上的體驗 你會怎樣形容 奇妙 奇妙 因為我從幼稚園到中學前階段 我是未找到一個目標 然後我就不知為何到後來 有一次就是因為我在網上唱到一首歌 然後就被我的家人聽到 看來他唱歌都很有興趣 然後他就問我去不去學唱歌 因為我沒有一絲的猶豫 我就答應了 所以我就真的去了學唱歌 學到現在 然後中間又有參加一些比賽 之後就是聲夢傳奇 那我就 無故就出現了在大眾的面前 到現在了 到後來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去到聲心不識 見到各位前輩 又學到非常之多的東西 例如他們在音樂上的熱誠 對音樂上的認真 或者對工作的態度 都是非常之尊嚴 所以我真的要好好向他們學習 十幾歲的一個小女孩 但是其實你經歷很多事情 可能是很多成人 在一個商業世界裡面 會經歷 例如有些活動要出席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很新鮮 或者初時會不會都 有些適應不到 其實你自己的心目力情是怎樣 我適應能力是挺高的 但是首先要感覺到有東西轉變的話 就是有一個興趣變成一個工作 我想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你平時唱歌就是 我想唱的時候我就唱 沒錯 但是到現在 真的開始做一名歌手的時候 就發現經常都要唱歌 就好像本身的本質就不在 但是很幸運的一件事就是 自己喜歡的東西變成一個工作 那會不會遇到一些情況 或者是一些時刻 自己會覺得很困難 有什麼挑戰 我可以分享一下 而你又如何克服你的挑戰 我覺得就是心態上的 很困難 因為有時候要跨過自己的一些心魔 或者一些障礙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就好像我以前比賽 那個真音是很害怕的 但是既然是一個比賽 你就要去挑戰 就像那位奧運選手 他們都不可能一點都不害怕 那麼他們都是要去挑戰 或者去突破 或者衝破那個難關 所以其實我的家人 經常都跟我說 就像一名運動員一樣 你就不要經常都去逃避那個問題 你要勇敢闖過那些難關 你才可以進步 或者去突破 要不然你就經常在那個框架 設定自己在框架上 你就永遠都出不回來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雖然自己有時候都會害怕 但是唯有練習 如果有時間就去練習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就盡量去用腦子去思考 未來就是你的第三年了 你會不會自己在音樂上 還有些什麼自己想去做 當然 音樂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其實我現在都只試到 可能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百分之 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我的歌單上面 是不止幾種類型 是有不同類型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歌單裡面的歌 就試很多片 因為我已經錄了幾首歌 哇 還以為幾首歌 輪著來了 十首以內 十首以內 可以說的 暫時錄了四首歌 那四首歌都可以對我來說是不同類型的 而且是和之前都不同曲風 所以希望大家會期待一下 明年是第三年了 會不會真的好想擁有自己的專輯 或者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想 如果有一個機會的話 還有如果安排得好的話 我希望可以向大家面世 但首先都要做好自己 如果不是做來都沒有用 心裏面會不會有一些音樂人 或者歌手 你接下來很想跟他合作 沒有 為什麼 這麼肯定答 因為每一位歌手都想合作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例如 有人問我想跟哪位前輩最想合作 我說沒有 因為如果前輩肯跟我合作的話 我已經很榮幸 所以就像歌手一樣 希望都可以跟不同歌手合作 而且他們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特質 每個人都有不同特質 歌手當然也是 所以希望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 其實Gigi現在仍然在讀書 你覺得在行業和唱歌方面 你能否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 我覺得還可以 以前有點擔心 但發現一開始之後 反而好像還進步了 例如時間的分配上 之前可能沒有那麼準確 但現在開始好像很轉 會不會堅持自己 當然要唱歌做得很好 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 更加纏順 會不會在學業方面 你都很堅持 自己一定要讀好你的書 都會想 因為我 不太希望大家覺得 我因為唱歌而忽略了學業 所以 反而學業的時候 我可能還會加把勁 因為真的 我都聽過很多朋友說 很多小朋友 都想成為Gigi 我都想在舞台上唱歌 我都會有自己的傳奇 叫爸爸媽媽打他們學唱歌 現在你自己經歷了兩年 你成為一個過來人 你如何去勉勵新一代的朋友 可能有些會比你小 或者跟你差不多年紀 或者大一點 你都是十多歲的朋友 他們又很喜歡唱歌 又想享受自己的聲夢 你會如何勉勵他們的人生 學業和他們的夢想呢 首先 做好自己 然後堅持你的目標 還有 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其實 這個階段 可能大家 表面上 可能看賢明熙 覺得 哇 唱歌真的很簡單 然後 哇 他做的事真的很輕鬆 但其實表面上 可能真的是這樣 但是私底下 其實都要付出相對的努力 例如我以前比賽 都會經常失敗 但是 你就不要氣餒 繼續加油 那之後呢 就是做好自己 那就OK 就放鬆 順其自然 對去 經歷一些事情 因為需要經歷的事情 你就會經歷到 不需要經歷的事情 他都不會安排你去經歷 所以 就放鬆一下 就OK的了